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從昨天柯文哲敗選之後啊 很多網路媒體啊 YouTube還有一些IG的小網美啊 就開始在造謠 在瘋傳這個昨天是做票 所以讓賴清德贏了對吧 而這些狀況啊 早就在選前的2到4天啊 開始在抖音上TikTok上瘋傳 那想就知道了為什麼 是誰想要分化我們台灣人民 是誰想要讓我們台灣人 對自己的民主不信任是誰 像是19年曾經是韓粉 嗆過我的比特網這個頻道啊 推出了這個做票的影片啊 短短4個小時就40多萬人觀看 下面留言基本上就是 喔對 民進黨做票 甚至還有一些課本說 我就是不信任南部人啊 南部人可能都會在做票吧 我們剛剛看到這些影片啊 有些選務人員寫錯 有的人自己發現 有的人沒發現 但是監票的人 或是其他的選務人員 都發現都現場阻止 或是現場讓他改正 不然為什麼有不同政黨的這個 支持者會去那邊監票 現場又檢查 有問題他們是不是都現場修正 那不然你們這些支持者 如果現場發現問題 你們不指正 原因是什麼 你們去監票 然後是等這個開票完事後 再回去網路上去頭去尾這樣剪影片嗎 有問題就現場提出啊 對吧 現場提出在還沒有進入這個 計票統計之前 趕快修正對不對 不然監票人員 你們是去幹嘛的 所以不要 不要事後了在那邊馬後炮 有問題就現場提出 人不是萬能的人會失誤 所以有這麼多的不同的人 去監督那些選務人員 全台灣的選務人員 都有可能會不小心記錯 可能是賴清德的 他也可能畫到柯溫哲啊 對吧 但這些影片 你們可能 你們肯定也不會放上網吧 對不對 政黨票這麼多個黨 3D原住民 這麼多個3D原住民 跟平地原住民出來選 那畫錯 現場看到 欸你畫錯了 喔是喔 我畫錯改掉 畫回來 不就好了嗎 我不知道你們事後 拿這個當陰謀論在幹嘛 這讓我想到 202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 川普對上拜登對吧 那個時候結果出來 是誰勝選 拜登 結果那個時候的川本 無法接受這個事實 開始也是跟現在的 這些人一樣 對吧 造謠啊 抹黑啊 帶槍去佔領街頭啊 燒毀 砸搶這些商店 最後一群人 帶槍 闖國會大廈 而當時身為 在任總統的川普啊 沒有即時出來阻止 而是等事情醞釀 到了幾天之後才出來啊 說啊 大家快回家 我們不要這樣撕裂美國 別問為什麼 我知道 因為我關注時事 跟國際議題啊 已經非常久了 應該是比一些人更久 那更誇張的 還有傳出什麼 民主黨啊 拜登啊 希拉蕊這些人啊 是西藝人 他們是外星人 他們想要代表外星人啊 弄人類的外表 統治人類 真的啊 美國那個時候大權選後 就一堆這種陰謀論 信的美國人 還不在少數呢 美國都已經是一個民主化 200多年的國家 還傳出這種 不理性不科學的荒唐言論 我們台灣 未來會變成這樣嗎 我可不敢想像啊 民進黨如果要做票 台中立委為什麼會輸這麼多 桃園立委怎麼是 國民黨權拿 馬文君當選 王毅川沒有上 我覺得有時候 是不是我們應該跨出同溫層去看一下 所以才不會造成一種 你看凱道的人啊 比較多 所以我們明天是贏定的這種狀況 像是花蓮立委選舉 我早就知道會輸了 對吧 甚至你不用派 我就知道是輸了 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活在民進黨的同溫層 雖然我這次回來看到有一些人 幫這個民進黨立委張美慧助選說 一定贏啊 我也跟他說 贏不了 贏不了 但我也知道你們 也要派出一個人 在花蓮選舉 不然會讓這個民進黨在花蓮的支持者 非常失望 但是這些 一些民進黨支持者還是跟我說 哎 這次會翻轉 一定贏啊 那我還能跟他說什麼 他就活在同溫層啊 對吧 而我也不會去亂傳他們做票 對吧 拜託我一下 不要秀下線 不要輸不起 已經選輸了 還這樣輸不起 真的很難看 當然啦 你們可能不會覺得馬文君當選是一件 令人非常難過的事情 所以 難過它是一種情緒 難過它是一種感性 難過它不是一種理性 而事實上的理性就是 傅崑奇贏了 馬文君贏了 桃園立委全國民黨贏了 對吧 理性來說民進黨國會議員沒過半 理性來說民眾黨的立委其實是多了 理性上來說你們其實也贏了 但是你們很難過 搞得好像是你們輸不起 從上一屆來看民進黨制製者好像是小書一些 結果我們在開箱並慶祝 真的不要太玻璃心 難過的話就出去逛逛街 去看風景 看個電影 不要天天看什麼陰謀論 我就問一句 你們要學穿粉一樣 帶槍組團去佔領嗎 你們估計也沒那個膽 還有啊 我呼籲柯文哲應該也要出來對自己的一些極端粉絲喊話 適可而止啊 因為畢竟柯文哲自己也沒出來說做票對吧 如果柯文哲都沒有出來說了 黃珊珊也沒出來說了 那一些極端的科粉我不知道你們在幹嘛 不要這樣撕裂台灣好嗎 不要讓你自己變成川粉 當初各大民調都跟這次開票結果差不多 結果一些極端的科粉 聲稱自己理性科學務實 不相信這個各大公司的民調 反而去相信那個網路上 小技術的這種抽查的民調 還嗆那些東西是老人的東西 我們一定得相信網路民調 結果事實上這次開票出來呢 誰打點誰啊 對吧還說什麼 開票就知道誰沒穿褲子 那怎麼辦 誒呦柯粉嗆這個吳子佳 他說什麼 如果你的民調準的話 如果你的民調 侯友宜贏柯文哲一票的話 我就送你100萬 我懶得管你要不要送吳子佳100萬 我想說的是 這種行為已經嚴重污名化 理性科學務實 人家的公司 民調公司做多久 成立多久了 他們有自己的機制多久了 人家不會與時俱進 知道說現在科技變了 我應該要弄不同的方式去做民調 人家不知道嗎 結果你還去弄你的這種小腦袋瓜 你的這種同溫層去質疑人家 跨破同溫層去反問 所以有時候拜託 不要再這樣撕裂台灣了 理性科學務實 真的好好想一下是什麼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晚上還有一次啊 我是Bud 下一次見 Bye